今年气候良好新竹县干极品质上加 产量增加到两成 总产量达到4.2万公顿 为了促销在地干极以及优质农产品 新竹县政府将在1月22号、1月23号两天 在县政府前广场举办2022新竹县干极美食生活节活动 今年我们新竹县的桶干是大丰收 在过年的最好的伴手里也就是桶干 我们新竹县是桶干的故乡 所以今天我们跟新竹县农会 来一起来推动举办这个记者会 我们定在1月22到1月23两天 在我们县府的广场来行销我们的桶干 我们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 到礼拜六礼拜天到我们新竹县 来选过我们的年节最佳的伴手里桶干 价美物联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行销促销的活动 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这次除了行销干极外也搭配新竹县各乡 正式11个农会的特色农产品设置摊位 例如有竹北的黑豆面 儿媒的桶干面 关西仙草茶等等地方特产 在活动当天通通都买得到 我们今年除了干极是主项之外 我们搭配11个地区农会 他们的一个主力作物 比如像关西大家耳熟能详的仙草茶 或是仙草板条 虎口的芋头 虎口的米粉 虎口的有机米 等等 我们让它多元化 所以我们今年的场地的布置 以11个农会来做一个区格 每一个农会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帐篷 我们也办一个竞赛 让各个农会 他们来布置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我们还有颁发稍微的一点 布置的一个奖金 我们这个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干极生活美食节 不再是只行销干极而已 国内疫情升温 新竹县长杨文科也表示 目前活动举办原则遵照现阶段 中央的二级防疫警戒指引来办理 但为了守护民众健康安全 将取消部分内容 并采取高规格防疫措施 卡布新竹简淑琪采访报道